各位网友 大家好 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国际新闻 真的预言由重 美、日、台 都截连天灾不断 究竟末日是否即将降临呢? 很恐怖啊 台湾继续渔阵 那些渔阵 简直就像主阵 日本也发生地震 连美国出现一个超级龙卷风扫平社区 真是预言由重 稍后和大家一起看看 另外也会跟进一下 现在中美的情况 好像在感觉上 布林肯过去中国访华 没什么谈到 甚至是否中美之间的关系突破身低呢? 稍后和大家看看 另外也会看看英国阴谋论 英国有什么阴谋论呢? 说得很恐怖啊 标击令大家吃蟑螂 不是吧? 恐龙根本一直都没有存在 哇!这些东西这么恐怖? 稍后一起看看吧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听到的也听出意猶 这是什么新闻来的 这么古灵精怪的 当然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世界疫情新闻 什么事呢? 因为说到世卫现在就说 疫情全球滥用抗生素 导致大家对于细菌抗药性提高了 那就是什么呢? 病毒越来越恶了 但是关于新冠疫情流行期间 世卫组织表示 新冠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全球滥用抗生素 不但没有改善临床结果 更有可能增加超级细菌 产生抗微生物药物内药性 带来日益严重的威胁 有时候吃药医生要吃抗生素 一定要吃完整个疗症 为什么? 因为害怕细菌有抗药性 消灭不了它之余 更劲了更惡了 但是世卫说 原来在疫情期间全球 可能用了抗生素太多了 所以可能细菌现在已经不是旧时那些了 根据这位世卫发言人哈里斯的说法 世卫在新冠疫情期间 从未建议用抗生素治疗新冠病毒 世卫指出 虽然有8%的确诊患者入院时 可用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 但是实际上有4分之3的患者用了抗生素 目的都是以防万一的 听到这个位置 大家都摇了头 现在才说 你不早说 早说也没用 你相信我才可以 真的 你可能会这样想 那时候如果在疫情期间 叫你不要用 然后你就会骂他 什么都试试 但是那时候忽略了一个后果 就是在这段时间 我们用了不同的药去尝试消灭新冠 但是没有消灭不止 分钟令其他细菌强起来也不奇怪 因为细菌会容易变 抗药性 那他适应了这个药的时候 你想想 他到时候再去袭击人类 我们再用那些药可以吗 不行了 可能他的能量再厉害了很多 这个也挺忧虑的 世卫就说 所以他呼吁全球 麻烦大家 合理使用抗生素 减少对患者和人群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这样说 这样说 经常都说用自己身体 可以的话 去打走那些细菌 身体自己有个机能 当然 严重的时候当然要吃药 这也是表示理解的 另外也要看看日本 日本什么事呢 日本的日圆水 日圆子跌穿了五算 你也开心 有人说我们也开心 这些东西很划算 但是当地人就苦不堪然 那些银子不值钱 这就麻烦了 到日本人要窮游 那怎样窮游呢? 日圆汇价破了34年的新低 近日的日圆对美元汇率 达到155元日圆价位左右 说到每百日圆跌穿不算 日圆就疲弱了 美金继续强劲 有很多出去玩的日本民众都受不了 因为每年4月底5月头 是日本人出去玩的黄金周 全日本新闻网的报道 这次黄金周是当局去年 将新冠疫情下收为第五类传染病之后 第一次是春季黄金周年假的 日本人很兴奋出去玩的 但是为了省钱 他们出去带米、带杯面 吃要省 或者减少买东西 没办法 现在钱不值租吗? 是呀 那时候明明可以买得起 现在分分钟都买不起 很夸张 现在每个的行李 日本人出去玩的行李里 都塞了什么呢? 塞了米、面、面糕等 这些食材 想着去到酒店自己煮来吃 是这样的 还有要带来计算机 不用了 电话也有啦 因为他计算回律 你不跟我们不同 有些人就说 你出去旅游 哎呀,用不算啊 反过来看泰国 四几 近期都高 都好水 吃东西要不想这么多 一餐半餐 不需要刻意太过捏着荷包 你出来已经洗得洗了 这么辛苦 很赚钱自在洗 有些人是这样的 很开心 你很开心 别人看来 每个人都发败了 别理解了 我相信日本现在这么多游客 也是这个主要原因 美国可能物价也不便宜 但人们去到日本 发现原来这么便宜 可以多吃几餐 所以... 但是... 别人日本自己本土的居民就很辛苦 当然啦 钱就不停缩水 这件事都可以看得到 除了说日元疲弱 搞到他们出去玩也要省了很多 另外有一个议题 就是说... 很多日本人现在流浪街头 是的... 无家者数字也不少 二千多人都有 你觉得高还是低呢? 其实... 很难说 是不是? 有些人说一个都算多 有些人说... 你看看人口比例吧 根据日本厚新劳动省公布 就说全国日本 无家者的人数 现在有二千八百二十多人 当中大阪最多 有八百多人 绝大部分都是男性 当局公布 全国无家者数字 二千五百多人是男性 一百七十多人是女性 其余七十三人 人... 七十三人性别未明 根据地方规划 最多的是大阪府 有八百多人 东京有六百多人 接着就去到神来村 其实我觉得 现在他们这么多游客 一定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赚到钱 不需要睡街 不过... 其实有很多 我觉得这些数字也未必准 因为你看看日本电视台 或者做特輯 有很多人在车里睡 不租屋 甚至躲在那些 草丛附近 可能那些比较... 有些少的郊区 那些草里面 野外 自己搭一间屋出来住 也不出奇 有的 有的 所以这些都是每个地方 你看到贫富的问题 好了 接着也和大家看看中美之间的关系 中美之间的关系 现在搞得如何呢? 布林肯就结束他的访华行程 他接受英国传门访问的时候 布林肯就说 已经表明向中方明确地指出 中国正正帮助冷战以来 欧洲安全最大威胁 他说 如果北京不停止向俄罗斯提供用于欧兰 攻击欧兰的项目 美方将会采取行动 究竟是什么行动呢? 他卖过关纸 不告诉大家 布林肯说 俄罗斯的野心对欧洲构成的威胁力越来越大 中美和中欧的关系改善是主要途径之一 北京或部分中方企业 停止提供可以帮助俄罗斯制造更多军火的关键零件 涉及微电子、光学等这些项目 而这些部件有助莫斯科延续对欧兰的军事行动 所以布林肯的说法就是 中方可以在中东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利用与伊朗的关系 要求伊朗不要再进一步提升与伊色列的冲打 好了 但是北京方面 外交部发言人奉劝美国 不要再火上加油 在抹黑脱祸 也不是有助解决屈难问题的正确途径 强调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积极劝和 是这样的 这一次有人觉得布林肯访华时间短 什么都谈不到 你看到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对不对? 看见会面 习近平的时间也很短 好像在感觉上 真的带出一些数字 或者可能带出一些信息 给习近平听也不奇怪 预计的 大家都预计的 没什么好谈的 这个我也预料之内 或者像昨天我也有说过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你美国换人 换届的了 那有什么好跟你谈 谈完之后转过头 那些事情都不适合 那会不会有另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谈了 大家都纯粹过来 知会一声 我还有什么 放在手上 你肯过来站在我身边的 一起做盟友的 没问题 支持我的 没问题 但是如果不是 就成为我的敌人 我就搞你 可能也是这个 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 有人说 从这个布林肯访华 完结了之后 预计中美之间的关系 没有破兵 没有去回乱 甚至乎转到一个新低点 这样说 怎么也好 会不会真的搞中国 甚至乎制裁中国 这个也要再去看看 因为始终一个未知之数 接着也要和大家看看 那些预言真的有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美日台 天灾不断 先说了 台湾那边的余镇不停来 预阵比主阵强 日前才发生6.1级 5.8级的地震 令整个台湾市民人心惶惶 现在有台湾的地质教授指出 目前大概九成的预阵 都发生在主阵的破裂面上 而且短期内可能继续发生地震 进行调整的 而附近三个断层 近百年都未发生过大规模地表变动 或者规模7级以上的地震 所以他就说 这个才是需要跟进关注的重点 究竟会不会被先前的主阵影响呢 然后三个断层出现了一些剧烈的震动 所以现在他们也担心 将来会不会出现 再有一些强的地震 如果是的 也挺头痕 挺严重的 因为太久没有震的地方 可能在存在能量 但是那些能量会不会释放出来呢? 一个未知之数 还是在断层上放出来呢? 这也是需要他们考究一下的 台湾地震 接着日本也有震 日本也有震 没得睡了 又震 日本外海发生6.9级地震 连东京也有震感 有没有海啸呢? 幸好没有好笑风险 位于小粒圆群岛 震源深度540公里 可能这些板块真的在周围释放能量 之前也有预言说 接着又会大灾 灾难就会来的 所以大家都要关注一下 我身边有些朋友说 想过去台湾玩 我说你开玩笑就好 不要啊 我说这个时候 你短期也会稳稳的 你慢慢都会震 我说你怎么办呢? 你不懂的嘛 你难道过去感受别人的地震吗? 他说那也是的 先看看他过一段时间 所以大家 无论是去日本也好 台湾也好玩 越来越来越都要留意 另外 美国方面也受到超级龙卷风示弱 说到整个社区几乎移为平地 这么恐怖 龙卷风侵袭 美国布拉斯加州城市 奥马哈 过百栋文宅是受到波及的 多人受伤的 奥马哈东北方大概48公里外的爱荷 爱荷华州小城市明灯 也出现了严重破坏的 看到龙卷风侵袭奥马哈那一刻 几乎整个天空都不见了 有目击的民众就说 当龙卷风吹过境的时候 出外看到才发现整个社区 几乎没有了 多夸张 真是厉害 美联社 美国的媒体广泛已经报道了 说到灾情也很严重 很多文责已经被移为平地 大量房屋受损 近万户停电 再大量树木倒立 电线干断 一些气体泄漏 这些事故 而且说到龙卷风出现的时候 正值就是学生放学时间 很多学校马上不让学生出去 等风走了才放他们出去 幸好不然就会严重人命伤亡 所以说现在超级台风 暴雨、冰雹 地震、龙卷风 广州也有 这些是极端天气造成的 这些是对流天气 所以大家现在没办法再去 就像以前估计 糟糕了,会不会下雨? 应该没那么容易的 没有的 很难估计 现在的天气是 所以大家出外要留神 接下来看看下一宗新闻 这宗新闻说到英国 现在竟然爆了一些阴谋论 怎样的阴谋论 令到他们当地的教育局 也紧急进入调查 原来在曼特斯特有一家学校 叫做全体儿童 在2020年成立 他们的宗旨说 要消除孩子们被集体灌输的谎言 究竟是什么谎言呢? 这位60岁创办人 拉特克里夫 他有20年教学经验 他在新冠的时候 就产生了搞学校的想法 他和他的团体和其他教师 甚至乎加密被交易员所组成 他们向8-14岁的学生 教授这个顺势疗法 和月亮周期 这么奇怪 而这个课程 就在一间旧的维多利亚式住宅 而这间建筑 前生有一间夜总会 这么奇怪 很特别 这间学校会不会是邪教学校 因为他们的走廊 周围上面写着一些宣传单章 就说新冠疫苗、气候科学、5G科技 都是政府试图控制人民的手段 他们写着要抵抗 违抗 不要遵守 哇 完全是很反社会的 这间学校的感觉上 另外 里面的那些所谓的工作人员 就是教师 所教授的那些小朋友的陰谋论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世界经济论坛 和政府、富豪商 组织结盟 暗地里 减少人口 和奴役世界 而这种说法 在新冠疫情期间 大受欢迎的阴谋论 大重置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这些就是之前有说过了 就是Bill Gates 打算控制人口之类 后面涉及的阴谋论 赢光明会之类 之类 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可能这个世界被一群人操控 其实有的 这些或多或少都有 不要说不得不信 等同 有些东西 是人制造出来控制人的 举例消费 是的 真的是消费的 有些大商家 可以创造你这个需求 明明你对那些是没有需要的 它在感觉上 令你觉得好像有需要 举例 举例 好像钻石那样 钻石本身不稀油 不罕油 是有某一小撮人收购了大量全球的钻石的矿场之后 他们不停用这个广告的洗脑 用很多不同的宣传方式 去告诉你 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罕有的 为什么罕有呢? 因为全部都在我身上 就是他后面那句不会告诉你 然后用很多浪漫 粉红色脑袋等等 这些东西去洗女士的脑 令到结婚一定要有钻石 这些其实就是一种销售的技巧 当然 你说刚才好像他们这种 顺势自然疗法 大重置理论 也有些可能涉及的 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 会有这么多奢侈品 里面有很多阴谋 我听过一种阴谋论 他就这么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们自己想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会出现一些奢侈品呢? 其实这些奢侈品 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奢侈 没什么必要的 吃饮睡而已 你维持生命而已 是吧? 学一下技能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人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 你不见这些猫猫狗狗 需要不需要出去上班 不需要 为什么要出去打工呢? 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很简单 非常之 有一个藉口 令到你需要去工作 它就会产生一些产品出来 这些产品就需要用你的货币 用你的金钱去换回来 当然也是用销售技巧 各样各样 那你如何去赚钱呢? 然后他们又会提供一些工作的机会 给你 人就是这样 你开始慢慢就会麻木 找钱 买东西吃东西享受 其他东西就不理 所以这些人就觉得 根本就是堕入了一些有钱人的圈套 大部分的人 跌入一些有钱人的圈套上 这些就是所谓的外国的阴谋论 另外 另外有一个老师 就跟小孩子这样说 就说什么? 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兼执行董事 斯瓦布和微软共同创办人 Bill Gates 为所欲为之后 大家就要吃蟑螂了 哎呀 怎么办? 这么有趣? 这件事件就被人解释了 当局就紧急调查 究竟这家学校买什么药 更加说到恐龙从来未存在 根本欺骗你 他这些很奇怪 当然有人相信 你当是邪教 邪教也有人相信 这个世界应该不是这样的 真与假 我就没办法了 如果你看看阿隐斯坦的时候 这个讲义相对论 他出现之前 很多人都觉得不是这样的 有人觉得阿隐斯坦是神经的 后来他的论证 甚至乎他的相对论 真的可以实践出来 打破之前所有的道理之后 真正认识到世界的时候 原来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世界已经很难分真与假了 加上人工智能 AI的出现更加难搞了 所以有些人喜欢听的话 觉得这个世界原来很不同 看的也有不同 当然你这一刻无从稽巧 你没办法认证究竟是事实 还是错误 还是纯粹是骗神骗鬼 接下来看看下一单 就说到巴黎奥运会倒数 百年地标红磨坊 这个风车叶片 竟然离奇跌下来 这样也可以 幸好没有摘到人 根据红磨坊的工作人员表示 自红磨坊1889年10月6日开业以来 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故 会不会是... 有些什么征兆呢? 有人说 会不会有人蓄意破坏 不想这个奥运会举行 这是一个未知之数 因为法国方面也拘捕了一个小朋友 涉嫌恐怖袭击 策划 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做恐袭 16岁少年被当局拘捕了 所以有这些事情 现在就... 我说奥运会究竟能否举办成功 也是一个问题 很大的问号 很难搞 不知道了 希望平平安安 另外也说一下 在越南竟然出现了章美兰第二 章美兰2.0 什么叫章美兰2.0呢? 章美兰是越南首富 因为贪腐的问题 被抓捕了 判刑了 现在越南当局竟然再找到一个富商 竟然涉及贪腐的问题 现在媒体说她是章美兰2.0 现在越南政府判完章美兰死刑后 顺势展开大规模打击贪腐的行动 已经超过4400人受刑事指控 其中一个就是越南饮料大亨 叫新协法集团 董事长陈桂青 因为她涉及贪腐超过一兆 哇!是印尼团 就认真夸张 这些欺诈案 被判刑8年 现在打大老虎 现在越南街 外商徹底知 这些店搞不定 越南政府洗了头 扔了那么多钱搞基建之旅 所以她不想经济跌下来 当然要找些人制旗 也不足够的 找些钱回来 那也对 贪腐啊 你不要让她有这些 你搞得到廉洁的社会 那就好做了 好!今集整天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